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芒向編輯報》的節目 錄音的時間是2020年10月3號 這次節目可能會在10月4號的時候出的 這裡是我Raymond Wong 還有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 財事珍的好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手點贊、訂閱和分享 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和平理性的聲音 好了 今次節目就是講澳洲怎樣複雞 或者複雞 大學 其實都是澳洲的大學 澳洲大學收入銳減 大家都知道 沒有留學生 十九病毒 又得罪了中國 現在講一講 麥爾本大學其實就有一場 好像往年一樣 都是有一場營身慶典的 都是一個派對來的 那 因為沒有錢了 其實 麥爾本大學就想出一場好事 不過以前也有用的 不過今年 它重點推廣 人紀念T恤 還有封衣和帽 不知道是不是來自中國的義烏 不知道 因為 知道了 現在澳洲大學就是缺水 所以很多 以前節目我都講過 大概有五萬名 全澳洲大概有五萬名 和大學的教職工 和和大學相關的從業人員 會失去工作 現在只可以從周邊產品 現在都算是周邊產品 我看到一位主持人 都是美女老師 麥爾本大學 紀念Hoodie 應該叫做大帽的衣服 之後到處 希望大家都買一件 那 還有就業一樣東西 那 除了 除了就是 賣紀念品之外 那 有一樣東西就是好什麼 就是 澳洲的學科 就不再多元化了 那 以後的學科 就是 都是為了job ready 就是 其實就是 為就業而設的學科 比較多些 就是 有些比較學術性 或者 難聽點說 叫做難找食的學科 可能就會停辦 那 好像我們學校那樣 就是 我們學校私校 但是 我有朋友 就是上次 之前節目聽過 我也知道 那位內地做地產的朋友 其實他的學科 就是這個Hotel Management 就是 整個學科沒有了 那 學校院他怎樣辦呢 就說 喂 這個學科 不夠人讀 不如這樣吧 你讀一些Marketing 快畢業 便宜靚正 那 因為他家裡都有酒店 所以其實他就很不滿意 但是 沒辦法了 只可以繼續讀 因為 有些學校 你就算讀了很多 不是全部學分可以credit的 就是 全部可以轉到學分的 那就只可以硬著頭皮讀 還有 有時候我是這樣想 就是這個 job ready 學科不是不好 但是 會不會令到很多學術的東西就沒有了 因為其實 你太過注重工作上的技巧 其實 theory 的東西 就是理論上的東西可能會流失了 其實如果我是學生的話 那我為什麼不讀TAFE 就是澳洲的職業技術學院 那豈不是更容易賺職 為什麼讀大學 為什麼有什麼條債 當然現在澳洲的情況 我坦白說 非常惡劣 我自己個人操錢的看法就是 現在大家在澳洲很多學校都是上網課的 是嗎 那我問你 如果你上網課的話 留學和在國內讀書有什麼分別呢 基本沒有的 基本上是 我覺得 那張沙子不同 那張沙子就是寫英文的 那算不算是分別的 但是你說感受什麼澳大利亞文化 那好像沒有 那我講一下 其實現在澳洲百大學院 其實現在本財政年度 已經一共損失了 就是沒有計算整個財政年度 但是已經損失了六千萬的澳幣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怕保不住工作 你剛才說的 還有其實我覺得 就是為了保住那些學生 招生的門檻低了 其實都是令到學水平會有所下降的 我覺得 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現在澳洲就是 又是撤很多獎學金 有獎學金的話 那就希望多些人繼續讀書 現在我們學校和大部份坤士蘭的學校 都是除了學費打折到八折、九折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叫做 叫做困難時期的助學金 他都給你 其實很容易申請 我發現很多的留學生都可以申請到兩、三千元的 那就吸引一些 我講一個問題就是留學生了 其實最後最後澳洲大學 繼續生存的前途 對回我們的題目 最後總結一條都是留學生 我記得摩總說 我們這些教學的質素是全世界頂尖的 所以我不用擔心 一定會有很多人來讀書 從來都沒有擔心過 沒有擔心過 有人問他 你覺得這樣少了很多中國 我們這些質素這麼高 一定會有人來的 不用擔心 跟Pauline Hanson說的一樣 我們這些奶粉這麼漂亮 你擔心他不買更好 我們製定多些法律 不讓人買奶粉才對 你用不怕 很奇怪 究竟怎樣來的自信呢 我真的覺得很驚訝 令人覺得很驚訝 所以其實我也很驚訝 何來的自信 是否因為澳洲人的祖先一部分 是來自這個 有些人這樣說 有些人這樣說 是否有罪犯基因 所以心紅一點 還有一件事就是 可能澳洲會出現這些小的 稍微小一點的教學機構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大學 就會推向深淵 因為其實現在好的大學 明星好的大學 都是出盡力 出盡力 挖一些本地生 因為現在留學生少了這麼多 只可以出盡力 挖一些本地生 規模小的教學機構 現在都很驚訝 因為這麼小 我們撐不住 還有明星也沒有這麼大 名氣也沒有這麼大 就好像 西德尼大學 今年入學的人數 高於預期 因為就是不斷地吸引本地生 但是墨爾本大學 也是稍高的 比預期的收生率高一點點 但是 預期的收入 就是銳減 由3.09億澳拜 到1.77億澳拜 因為其實很不幸地說一句 其實在我們本地生身上 是沒有什麼經濟利益的 因為我們學費已經是 留學生的三分之一 有些學科甚至一半 所以其實你說它可以 可以賺到的錢 其實是不多 如果在本地生的話 我覺得 那牛學產業 其實就是澳洲的第四大產業 那 可惜 有人說不要緊 有人就好像 覺得自己好像 好朋友 用普通話說 很厲害 是吧 還是有人說 我們就是怕 我那天看澳洲人沒中 我就是怕這些澳 中國學生來滲透 所以不來 沒有所謂 他也很白癡 這個我也很白癡 其實澳洲八大 有七間大學 現在排到前一百 不是我得罪說一句 沒有唐人排跳舞 這個也是 我說真的 你沒有唐人讀書 你排跳舞嗎? 你根本就是 整個教育體系 就是靠留學生 根本上 因為其實我自己 不是得罪說一句 我在澳洲都逗留了一段時間 我發現了 很多澳洲土生道長的人 是不複讀大 應該是七八成人都是 五六成 七八成都有 我想 都是 我想不止 因為覺得 讀TAFE為什麼不好 應該是讀了一個技術學院 首先入了行之後 再去做幾年 再讀大學 就好像 我們這行 就是 工程管理 以及 工程做家 其實 我很多同學 真的 紅褲子出身 真的做建築師 真的 自己是懂得建房子 他讀了TAFE 之後做了幾年的 建築工人 還有一些 我有同學都是紮鐵和木工 他們想繼續上一個層次 就是不想那麼辛苦 就讀這個 叫做工程做家 他們覺得 現在 就算是本科 Bachelor 香港人經常說的Degree 其實都是 算是高學歷的了 讀Master 是要做到中層幹部 領導 就會有人讀Master 你說到 PhD 其實好像小弟這種 其實是 已經是預料你一輩子 是不會投入 是不會投入真真正正的 外面的私人的勞動市場 就是你在大學做一輩子 教學就比較多 所以現在這樣看 你說Jog Ready的工 就是學科是可以的 但是 會不會一批 叫做 真是研究理論的 老師 比較難一些 我覺得也會 就是如果你請了一批 叫做 其實我們這科 叫做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和Condity Surveying 就是工程做家 其實呢 都是practical一點的 就是 沒有這麼理論性的 但是有些科目 好像 我想是讀藝術那些 或者是 英國文學 歷史那些 可能就難一些 或者請的老師就越來越少了 可能請老蕭 他是學歷史 請他也可以的 或者哲學那些 就難一些 如果一間大學 變成只 Jog Ready的學科 只剩下 Jog Ready的學科 就是 剩下一些 比較實際 面向勞動市場的學科 那何來是大學呢 大學和技術學院之間的區別 可能就是大學 比較多些理論 以及多些學科選擇 技術學院其實 來來去學 差不多的東西 要是builder 要是水工電工 收車工 還有木工 萬科小小小 就是做 bookkeeping 那些 因為會計 都是在大學 才能學到CPA 都是讀完大學 才行的 要讀四年學位 CPA 是啊 是啊 那讀過大學位 很多人都會 就是你 專業人士就是會 說真的 就會讀過大學位 是啊 現在呢 連澳洲政府都說了 現在 都算是小季了 政府都說 其實呢 46億留學生的收入 應該是這個空白 只是靠我們本地人 基本上是填平不了的 他說現在最大的期望 就是回歸正常日子 回歸正常太平日子 正常太平日子 何謂正常太平日子 現在 中國的領事館就說 你經常是種族歧視 又搞這搞老 在這裏不太平 人家就是覺得在這裏不正常 不太平 你經常這樣又說 又說人家是什麼滲透 間諜 請問 有誰會開心心來讀書 當然是有些問題 整件事 那 剛才你說到 就是 那些大學生 都要有一個 比較良好的環境 才會來 那澳洲現在的環境是惡 只可以用惡劣兩個字 當然有些人說 你亂說 澳洲還好好的 那 就是 Henson 就是這樣說 就是 他就是說 中國人對我們 來澳洲學習的需求 依然很大的 不用擔心 很坦白說 沒有什麼必要去澳洲 就是 我很認真說 沒有什麼優 如果是說留學來說 那些學校容易入 但是有其他優點嗎? 我想問你 沒有 沒有 真的 因為 你說讀老師 容易入 其實澳洲的學校 算是容易入 但是英國依然 因為我們 老師 就是 碩士一般是一年半到一年 有些是一年 但是 英國讀一年的碩士 如果從 如果從 到今的角度 你要拿一張 外國的沙芝畫 其實英國是平靈正的 一年而已 當然不是研究性的碩士 是這些授課性的碩士 我的意思 但是本身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找工作的話 剛才曾比斯說 比如說 到中層 其實授課性的碩士都很足 那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澳洲當地人覺得 讀這些大學學位 是浪費的 有很多人都覺得是這樣 其實就是因為 澳洲那個工資的水平 你有大學位和沒有大學位呢 嚴格來說的差別是 應該這樣 是 沒錯 這個也是事實 就是你 就算是一個專業人士也好 你實際上是賺不到錢的 在澳洲 是 這個也是事實 就是你怎麼說 很奇怪 就算你在大會計師樓做到partner也好 嚴格來說也是賺不到錢的 相對於美國來說差真的太遠了 我覺得是 但是有件事最嚴重的就是 整個大學的行業其實 花錢都是大手大腳的 就好像 因為世界很多人都說 全世界都說 其實澳洲的大學 賦予程度是高過很多西方國家 就好像有某大學的校長 那就是有門專門的校長室 請顧問 是校長室的顧問 都會用4300萬澳幣的 那他就說 我也是為了學生的福祉 才花這4300萬 那其實澳洲很多大學 都是有這個旅遊會議 和娛樂預算的 那剛才說的那間很名牌的大學 都是有600萬預算的 對於他的員工的 旅遊、會議、娛樂 還有呢 澳洲很多大學 高級管理人員 都有獎勵計劃的 這個獎金 有時候會比他的 年薪更加大 這個我也知道 因為其實以前我讀博士之後 那我就是 讀博士都是幫自己的導師做事 那其實 下面捱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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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的學生就是比較辛苦 一些 但是導師的收入都是頗豐厚的 那現在呢 澳洲大學只可以叫做 勒緊複頭 那 剛才所說的這些 這些 這樣的 旅行會議、娛樂 希望就會 節省到 百分之 七十二預算 是的 那 其他事情 還有 就好像 還有就是 校長的 叫做 什麼費 叫做 洗衣費 不過這個也正常 因為其實也有些人要穿 一些靜裝或者 學校脈頭的東西 那都是要節省的 那 其實 校長的 收入 這八大學校的 校長 最高收入 居然是 摩總的三倍 大學校長的 收入都幾高 一般來說 摩總就是 Scott Morrison 我們總理 最少的就是兩倍 最高就是摩總的三倍 校長就是肥像的收下 其實我自己知道的 大學校長就是 就是他們 其實是很離譜的 有些大學做的事情 實際上 剛才真BC講的 研究生 做到盡 博士生做到盡 就算連 港師都是做到盡 是的 是的 因為其實很多港師 都在讀博士 是的 但是就算你讀完博士 的港師 其實都是賺不到錢的 很多都是 你要去到 可以說是 教授級 才可以 怎麼說 收入才豐厚一點 但是 跟那個大學校長的 差距是很大的 其實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很不喜歡 在澳洲的大學 因為我自己 曾經 去一個政府部門做過事情 在澳洲 嚴格來說 不算是政府部門 因為是 政府有關的 機構 機準 機構 的研究機構 政府有關的研究機構 我們裡面有很多 從大學走出來的 為什麼會從大學走出來呢 就是認為 大學那個 信聲是不公平的 這個也是 還有那個收入是 就是比做一個 政府研究機構裡面的人員 是低的 還有你 這樣說 就算你做到學術的頂層 收入都是 跟一個 那個 稍為好一點的機構 的CEO 都是沒有得比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 我以前的職位 都是在大學裡面研究一些的 但是我都覺得 自己出來做生意仔 好像還好一點點 當然 有些人說 他是喜歡學大學那種 叫做比較單純的環境 其實也不是很單純 當然有些人覺得是 那你就在大學裡教 還有有兩個假期 其實人家說兩個假期 其實兩個假期有很多事情做的 各位老闆 其實現在的老師 是要做很多事情的 好像我兩個假期一樣 其實我還寫很多論文 因為其實平時讀博士 那你就要幫老闆教學 改作業 那你假期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自己做自己 Research的時候 還有備課 還要很多事情做 因為每一年 他都要求一些教材 改一些 如果你今年講這些 明年要改一些 當然你還要很多學術交流 那你也是幫你老闆 即是你的導師 去發電郵 寫東西 打電話之類的 所以是艱苦的 比如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私校 收得很貴 人家兩倍左右 那這些老師就是倒轉的 就是跟Raven王說的 倒轉 他就是在學業上面的頂尖人物 但是做到差不多了 覺得雖然找到吃 但是都有點累 現在就回去大學 part time搞一下 就是part time搞一下 或者差不多在他行業 退休 或者我們有很多老師 退了休在行業的頂尖人物 就會回去大學搞 當作是一份行差、行職 我們有些老師 一個星期就是來 四個小時 三個小時 lecture 之後一個小時tutorial 其他就麻煩你 去做約會 才可以再見到他 如果問功課的話 最好就是電郵 或者打電話 不要讓他來學校 因為他要找其他人吃 節目來到這裡 其實大家越聽 是不是覺得 澳洲的 樓學產業 是不是已經 差不多塌了 有沒有覺得是這樣 但是我告訴大家 有一部分的 會計師樓 他預計 明年澳洲的 樓學生人數 會增長 這個 我看過 什麼勤那裡是這麼說的 不單止 什麼勤 安永也是這樣 OK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 差不多 拜拜